今天晚上我们看到 纽约时报专闻深入报道 他们提到了 中国现在想要重振经济 又要抗衡西方 几乎成了习近平的不可能任务 为什么这么讲 今天事从带我们好好看见中国 南韩年轻人 当初我们大篇幅地去讨论 他们眼中的五抛七抛朝鲜地狱 现在居然在中国复制贴上了 没错 现在中国新的这个叫做四步青年 现在满街跑 为什么 因为他们对未来中国的经济 显然是相当相当的失望 好 我们现在跟他讲 习近平面临到什么样的状况 纽约时报有个专闻说 中国要重振经济 又要对抗西方 政策中途 造成习近平的挑战 很简单来说 我跟他说为什么会是这样 中国过去经济为什么能够好 第一个它成为世界工厂 这样就是它的技术 它的资金来自海外来自外资 但问题是 现在它跟西方世界对抗 请问我还要养大你吗 不要 我的资金不要给你 我的技术不要给你 我的公司往外撤 所以因为它跟西方政策 互相冲突 对抗的状况之下 西方资金跑了 那当然对中国经济 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所以这个变成是 习近平不可能退嘛 那不可能退的时候 那我要怎么重振经济 就不可能 所以这变成是一个 非常大的挑战 好 那我们就讲 对习近平的挑战来说 我们只要看几个指标 就看得出来 第一个就是中国的一线城市 这一线城市指的是 北上广深等等的一个大城市 那在最近公布的数据里面来说的话 它的人口是集体的减少 那这个对中国来说 非常具有指标意义 为什么 因为中国过去的经济来说的话 这些大城市扮演一个火车头的角色 比如说我是中国年轻人 如果我要工作我要到什么地方去 到城里去工作 对嘛 到北上广深这几个城市去嘛 那所以如果这几个城市 找得到工作的时候 那我当然就待在这个地方啊 那为什么会人口减少 就是因为找不到工作嘛 所以经济限制的怠注 原来从人口减少里面 窥探了这个真相啊 你就知道 如果上海北京那些大城市 经济不好的时候 郡相我问你 二线城市会怎么样 不会好 更不好 所以它表示你什么 中国的经济出了非常大的问题 那特别是深圳的人口 深圳的人口过去一段时间 从来没有降过 但是没想到在最近一段时间 降的速度非常快 我们最近看到很多 这个中国的高科技的知识 这个所谓人士被人家裁员嘛 所以这个问题是相当相当之大 好 今天是从特别北上广深 帮我们挑出了深圳 深圳为什么会是指标中的指标 对 因为为什么 因为深圳在过去一段时间 它是改革开放的代表 再来就是 它是所有中国高科技的核心代表 就是在深圳 那结果没想到 深圳人口减少 那不只是深圳人口减少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画面 这都是深圳的街头啊 深圳的很多人力市场 或我们讲过的三合大神 等等很多地方 现在你要知道 到处这个人力市场的时候 都是劳工 没有老板耶 你找不到老板 供过于求耶 对 而且是这样 现在是这样 现在是你老板我要挑人 我可以 以前是我找不到工人 现在是我要挑 我还要挑你这个 年纪多小 然后你什么身上刺青 什么一大堆 它又这样子 所以你看深圳各个地方 都是很多劳工在这个地方 那劳工来说 他们有的没有办法 没地方去 就到处串流 那到处串流的时候 流窜的时候 你知道还变成怎么样 政府会驱来驱赶你啊 就说你们当在这个地方是干什么 因为他们也怕说 你们这些失业者 集中在这个地方 会造成什么样的风吹草动 所以你知道 现在到为什么 他们离开一线城市 就像很简单 我找不到工作 好 那我可能睡在路边 那我可能找个地方 挖个身体的时候 结果没想到 政府会把我赶走 还嫌我安言 那我怎么办 我至少回到乡下 所以为什么 这样会造成人口减少 原因就是这个地方 现在大城市居不易 但是大城市居不易 同时也告诉你 中国经济出了非常大的问题 可是我跟大家讲 中国更大的问题是在什么 更大的问题是在 青年人的失业率 我跟大家讲 事实上我们环顾 全世界各个国家 真的 如果青年人的失业率 高达15%以上 这国家几年之内 一定会出大乱子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几年前的 这个所谓欧洲五国的希腊 意大利都是这样 可是你看中国也是一样 中国四月 他年轻人的失业率 已经高达20.4% 这是官方的记录 这不是我们乱讲的 这是中国的官方记录 中国他2018年1月以来 有记录以来的最高 也就是说 大概有五个年轻人 就有一个是失业 而且根据过去的例子 就是你青年失业的时候 你可能一辈子可能就没有工作 这些人就会成为 社会不稳定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因子 所以当我找不到工作 我怎么敢结婚 你再怎么样利多鼓励我 年轻人没有办法 所以现在中国陷入一个 恶性循环之中 那所以你知道 现在我们就讲 以前这个韩国 有所谓五抛青年 现在中国叫做四不青年 什么叫不青年 四不青年 他们就不恋爱 我不单恋爱了 我也不结婚了 我也不买房了 我也不生小孩 如果青年人会这个样子 那会怎么办 这个国家 怎么会有前途可言 那他们现在就说 那我们对未来 既然没有前途的时候 他们现在会做了 四件事叫做卷 就是说我们就躺在中国里 就在中国里面 互相的这个竞争 躺平一族 如果有能力的话 就乱 就跑到海外去 那现在是什么呢 可能最近中国 你有没有注意到 很多那种街头斗殴 或者说可能这个暴力事件 就出现非常多 我们必须讲 年轻人长期失业的时候 这个整个社会的暴力风气 会变得非常非常严重 所以跟你讲 这些所谓的 目前中国经济的 温暴的问题 刚好习近平 他跟西方对抗 没办法走回头路之后 这一关卡一关 我觉得这未来几年的 中国经济 非常值得我们担忧 对习近平来讲 更大的管理统治的危机 是粮食 给我粮食 其余免谈 但为什么退零还耕 风风活活 搞到现在群魔乱舞 中国到底在怕什么 原来美国 澳洲 加拿大 光这三个国家 就恶控了中国 99%以上的小麦进口 难怪这么怕 但现在才来搞什么 退零还耕大药禁 容易吗 对我相信我们很多观众朋友 都知道 最近中国退零 退零还田 有非常非常多奇怪的乱象 可是观众朋友心中 一定会有个问号 为什么习近平这么紧张 到底中国粮食有多不安全 一张圆饼图解释 所有习近平中的恐惧 讲结论 中国进口的小麦里面 99%掌握在敌人手中 要是你会不会怕 这个太可怕的占比 都完全碾压 对就是这样 我99%都掌握在敌人手里 你看多少 这圆饼图是2023年3月 中国小麦进口占比 你看74.31%是澳洲 接下来加拿大 美国是20.12% 美国是5.19% 这三个国家 澳洲加拿大 美国加起来 你知道吗 就占了99% 那这三个国家 你知道是什么国家吗 五眼联盟啊 是 所以五眼联盟 占了中国胃饱肚肚子 进口小麦的99% 难怪他不只是勒你脖子 会让你断气 是嘛 这些习近平急需寻找 粮食替代进口锅 比如第一个 俄罗斯将通过 新陆路粮食走廊 像中国进口小麦跟大麦 是 当然就像俄罗斯球员了 俄罗斯要怎么进口 先跟大家介绍一个地点 他说外贝加尔斯克 他就在俄罗斯跟中国的边境 是 这个俄罗斯跟中国边境 其实我要先跟大家讲 俄罗斯的小麦跟大麦 运到中国其实有两个方向 要么走海陆 要么走陆陆 可走海陆的时候 打仗的时候不见得能够走 所以中国真的在备战 他第一个要求俄罗斯 来跟我进口小麦跟大麦 第二个不可以走海陆 走陆陆通过外贝加尔斯克 外贝加尔斯克 大概中国俄罗斯的贸易 七成陆陆都经过这边 好来运到中国 所以不通过铁路直达中国 习近平要达成一个目的 是什么呢 中国人的饭碗 任何时候都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所以缺粮 恶控在别人手里的恐惧这么巨大 难怪你看到了退零还根的力道 这么的迅猛 也因为迅猛过头现在变成了群魔乱舞啦 是怪事非常非常多 第一个给大家看第一个画面是什么东西呢 是这个农馆啊 往这个田里面撒石灰的画面 这些农馆我跟大家讲这些素质都不是很好啊 原本都是城管的 城管不是失业给他农馆吗 一大堆农馆往这土地撒石灰 为什么要撒石灰 我坦白讲这个作为还算是相对比较靠谱的 原因是很多土卵是污染过的 污染过酸化的土卵通过撒石灰 它就可以稍微改变它的酸化可以综合 确实可以这样做 确实可以这样做 可是问题是哦 你可以想象变成是说这块地哦 本来就不适合种稻子 我本来就不适合种稻子 我撒石灰硬要让它去种 能够种出来像鬼也一定不会太好嘛 好这第一个乱象 第二个农馆 因为现在权力大得很好 习近平的禁卫军 所以农馆现在开始干嘛 偷拐抢骗 我们来给大家看下个画面 他在干嘛 他说你怎么可以有冰箱 你这冰箱这个影响你种到 农民就说我冰箱关我种到什么关系 不知道 反正农馆现在就是要带倒侍卫 我奉旨办案 所以你看他就偷人家的冰箱 抢人家的冰箱 你把他搬上的车就这么巧取豪躲啦 对啊 这到底是怎样 我种我的田嘛 我种我的田 那你干嘛拿我的冰箱呢 他们搬走的就可能拿去变卖 或翻自己家里 这是第一个怪事 第二个 我种稻子是一回事 那我总不能养鸡吗 看下个画面 这什么东西啊 就是农馆进村去抢人民的鸡 他用网子去捞鸡啊 他怎么了 怎么这么疯狂 奇怪 我种我的稻子 难道我种到不能边种到边养鸡吗 农村嘛 农家了养鸡嘛 反正农馆就借口说 你养鸡 就会养到你种到的效率 所以就把你鸡全部拿走 那请问拿走拿去哪里 自己拿去顿补了吗 当然拿去自己吃吧 那这跟土匪没有两样 这跟土匪吧 所以非常非常夸张吧 下个是什么东西呢 退林还根 连养植场的招样 这是一个养猪场啊 你知道吗 他们叫个吧 砸猪圈 你看下面这个 所有的猪还活蹦乱跳在这个地方 你怎么了 先砸了再说 这些猪你也要挑取好多吗 砸死再说啦 怎么样 很夸张 没错 我是希望去种些稻子 可是我就问 打仗打仗都不用吃肉吗 当然要啊 打仗官吃饭可以吗 可是上面就交代啊 我要一定程量的稻米啊 水稻啊小麦啊 所以下面没办法嘛 他就说好 你看这些猪 全部都赶出村子里啊 猪这一辈子也没想到说 我不是被宰我家是被赶走 你看他打屁股 他打屁股 这是很夸张的事情 你是农官 你把你自己变成土匪了 我跟你讲 你的人民会不平责民 你压在越低 他弹得越高啊 对你要知道中国 逆届山五千年的历史 每一次的抗疫或每一次革命 都是来自于吃不饱 你现在为了要让 中国的战备储量增多 却呢把人家养猪场 什么东西都拉掉 一定会出事情 来了啦 网传啊 福建农馆强拆养猪场 招农民枪杀 哇这件事情 就是一个官兵民反的典型啊 因为对于这些农民来说啊 我养这些猪啊 我一年就是把他养肥 宰了 我今年的收入就有 你现在把这些猪赶走 那我明天怎么办 你如果让我没有明天 我就让你 没有今天 我就把你枪杀掉 这是官兵民反的最佳典范 邀请您一起加入五期暴新文会员 跟俊相一起 挖真酱 谢谢你 感谢观看